大家好,我是Stan 由NBC电台的选秀节目 Fantasy Boys选拔后所组成的男团 Fantasy Boys将在下个月21号正式出道 然而在节目中获得第一名的西位 宇君伦 却与所属公司发生纠纷 被排除在出道阵容之外 而引起了争议 宇君伦与所属公司的纠纷 先是因为收入分配比例问题 宇君伦的母亲向所属公司提出 因为宇君伦在节目中获得的票数最多 是最终第一名 所以母亲要求将原本的5比5比例 调整为宇君伦6公司4 而所属公司表示 如果以最终投票排行调整收入分配比例 与其他成员不同的话 可能会引起公平性问题 并充分解释了无法采取6比4比例的原因 在这里给大家读一下 宇君伦的母亲发给所属公司的短信内容 请在我说的比例上 除了演唱会还有节目 因缘唱片周边的所有的结算中 曲伦是6公司是4 应该是传达错了吧 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签约了 所属公司表示 虽然曲伦已经是成年人了 但她是唯一一位在合约上 要与母亲一起签名的人 并且母亲强烈要求 不要向儿子说明合约的细节 而是直接找她谈论 所属公司接着表示 曲伦的母亲也向所属公司抗议了 在机场公司让曲伦穿着不合身的裤子 拿着不是名牌的包包 而且曲伦在Fantasy博士获得了一位 但却在某些照片中 曲伦没有站在中心的位置 实际上在8月19号媒体公开的 曲伦母亲发给公司高层的 电子邮件中可以看到 我们并未要求第一名的特权 但是曲伦拿下了一位 却在机场穿着方面 与在日本收访后拍照时 将C位给了成员层面 对此感到非常失望 曾明是在Fantasy博士 最终拿下三位的成员 而对此所属公司主张 由于这是赞助的服装 上衣跟下裤是连在一起的 本来我们要让她穿上B品牌的衬衫 但她自己想要换其他的衣服 所以我们做了调整 对此曲伦的母亲对媒体反驳 曲伦在机场穿的裤子 无法遮盖她的身心 所以要求给她换裤子 但未被接受 不过听说第二天 其他人的裤子都换了 所以有问过所属公司为什么 在日本采访后 听说曾明被指定在C位拍照 所以有跟公司讨论过 联系生们差别对待的问题 然后解开误会了 所属公司主张 因为双方没有调节好合约问题 所以曲伦的母亲 就强行让她擅自离队两次 最终通告所属公司 宇俊论无法归队 之后宇俊论方表示 所属公司提出的合约 存在不合理条款 所属公司要求成员们 承担高额的固定费用 但对此所属公司表示 宇俊论方公开的附属协议书中 提到的固定成本 首先由公司承担一半 其余一半 也根据组合的活动产生的 整体收入中 按照每位成员的十二分之一 进行优先扣除 因此如果没有因活动 所带来的收入 经纪公司将承担所有的费用 而不是将费用 转嫁给成员们承担 因为这家所属公司的老板 是金光素 对 就是Tiara粉丝们的那个仇人 所以一开始发生争议的时候 韩国网友们都没有相信 金光素公司的生命 但是在短信邮件内容曝光后 韩网的反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相信狂素 但是因为服装跟C位 妈妈跟公司抗议 收益分配比率6比4 也太傻眼 太耍大牌了吧 去设立一人公司吧 儿子在哪里都无法受到这种待遇的 妈妈干涉服装 干涉站位 不要做组合个人出道吧 如果做组合别的成员更有人气的话 不就发生大事了 不过这样一想 这都是孩子向妈妈勾撞的吧 要不然妈妈怎么能知道 只有给谁换裤子了呢 太好笑了 狂素也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看邮件内容的话 很像是像学校老师抗议的家长一样 这明明是孩子的工作啊 坏老板队耍大牌家长可可 那个妈妈也很奇怪 但是狂素的话 我还是无法相信 一定还有这什么秘密 所以对于Fantasy博弈节 一味于军伦的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